凭什么它成为全世界最美 国人心生向往的小镇呢 科尔玛 法国小威尼斯 位于法国东北部边境 有座德法混血的小镇 科尔玛 之前先有国人他族 却在一夕之间 成了宫崎骏笔下上演浪漫华丽 冒险的舞台 国人心生向往的欧洲童话小镇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科尔玛不只是犹如童话般的小镇 它也是法国重要的阿尔萨斯葡萄酒小镇 它是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作者 巴托尔迪的骨香 小城虽小 却维持着中世纪的风格 老城区的钥匙街上 繁花点缀 色彩分明 兼具着德国的线条美和法式的浪漫 让它古色骨香之余 更显得年轻而梦幻 不过在科尔玛 最吸引我的还是人头屋了 科尔玛有一个必来打卡的地方 就是人头屋了 在这个建筑上面有105个人头 以前它是一个藏酒屋 上面105个人头 它是由105个艺人的表情所组成的 所以科尔玛第一站 你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莱茵河的支流穿承而过 描绘出一幅小桥流水的天鹅风景画 悠悠窄相间 徐徐微风里 好像连浮躁和阴霾都被吹散了 也难怪科尔玛被誉为法国的小威尼斯 哈尔的移动城堡原形 就是这座拥有500多年历史的普菲斯泰之窝 来到科尔玛呢 一定要吃吃这边的这个 这个叫贵酸菜 其实也有酸菜 它这个是比较传统的 这个酸菜 然后这个有肉 然后这个肉也比较肥了 还有猪腿 这个其实非常德国的质买 在德国啊 捷克啊 那时候就吃到两个猪腿 但是这个猪腿也蛮大 已经吃过了 这个把握的酸菜真的吗 你一定不陌生中餐厅第二季 没错 这里就是它的拍摄取景地 十足地给科尔玛增加了一波热度 当童话走进现时 你是不是也像和我一样 迷失在这场异国的奇遇里 科尔玛人民其实生活是非常悠闲的 那么他们的窗户上 也是白鹿颜色的这种花盆 这边的生活呢 也是特别的舒服的 让人感觉到 来这里呢 你真正能够把心啊 静下来 毕竟有美景 美食 美酒 与美人作伴 在童话王国 漫想小时光 这才是真正的旅行 来法国 只知道爬埃负尔铁塔 能有什么意思呢 那么你想不想和科尔玛 来一场约定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我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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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和科尔玛 吗 我可以说 那是一场没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这个地方是一场没什么意思呢